歡迎收看全國第一名的節目 為什麼第一名? 預告第一名 實際上操作也是第一名 如果你跟著老師不是實際上操作 趕快找政軍 因為只有實際上操作 您才可以賺得到大錢不是嗎? 歡迎收看股市將軍 台北股市先看一下 來看一下上漲503點 有什麼感覺? 成交量放得好大 3354 我剛講說放得好大 3354 那成也台積 那敗也台積 那今天還是一樣 台積電的功勞 挑戰什麼?季線 台北股市呢? 穿越季線 那今天怎麼看台北股市? 看今天不準 我們看其他 先看一下新台幣的匯率 好久好久沒有碰到季線了 這條是季線 那通常碰到季線 你們就稍微觀察一下 我也不能幫你解新台幣的匯率 那我們先看一下美股 氣勢如紅 上漲1200點 連錢高都突破了 氣勢超強 氣勢超強 那看一下肺半 你看 突破前高 氣勢非常的強 那台北股市呢? 對應一下肺半 看一下在哪裡 也過前高 好 那請問現在台北股市怎麼看? 我認為投資朋友你們可以稍微晚上 觀察一下 道琼或者是 NASDA NASDA NASDA還沒過 觀察兩個就好了 觀察肺半跟道琼 今天晚上的走勢 盡量不要就是 開高走低 或者 或者比較差的格局 連開高都沒有 連開高都沒有 或者是說突然 準漲10% 肺半 不要說 漲了10% 那今天晚上呢 又吐回去 那最差的 最差的情況 當然還是往上走 往上走 往上走 是有機會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近期的操作 近期的操作很簡單 走一步 算一步 都是買我們預告的股票 而且我們預告的股票 都會 來回做 來回做 低檔買進 那高檔先賣出 那高檔賣出之後的拉回 再把它撿回來 來看一下電腦 不好意思 來 今天它漲停板了 請問我講多久了 請問我講多久了 我講好久了 請問這檔股票全市場有人在講嗎 有人在講這檔股票嗎 國中 有人在講這檔股票嗎 好像大概只有我正確在講 我講多久了 我講多久了 我在低檔區推薦 我在相對高建議先做賣出 那我也跟你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可以去看一下禮拜三的節目 禮拜三我有沒有跟你講說 當他回撤 五日線跟十日線的這個區間 我是前天講的 放大一點給你看 我禮拜三講什麼 有空可以去看一下政軍的節目 我說接下來他如果是回撤 五日線跟十日線這個區間 你要特別留意他 你要特別留意他 那當然今天漲停板 恭喜有來參與的先恭喜一下 那為什麼他會漲停板 看一下財報 這你知道的嗎 17億啊 你知道的啊 我都我都請你去換算一下 因為上半年才 14億 14億跳了一個9毛錢出來 那我也問你說 9月的單月就17億了 深深用平板 深深用平板 總預算我也跟你講過了 那請問你有沒有看到財報 我讓你看一下財報 10月 你剛剛看的是9月 9月是17億 但是10月 更厲害 19億 9月是17億 這是9月 9月17億 那10月呢 更高 19億 年增536% 1到10月的累計 年增94% 所以他為什麼 亮燈 漲停板 那我有沒有先交代過 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有空可以去看一下我節目上講什麼 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今天也不會去幫你解這些全值 什麼大型啊有沒有 今天成交量來自於大型的 就全值性大的 但投資委員你們 我是蠻擔憂你們的 過往都是不到2000億的成交量 今天蹦了3354億 那今天3000多億的成交量 好像都是那些比較大型 比較全值性的投資朋友 那我沒有別的意思啦 我還是抱持著祝福 但我還是強調 我們來股票市場是操作股票 那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這樣做啊 怎麼做 低買 先高賣 拉回季的接 今天看到什麼 漲停板 其他的股票也稍微看一下 當然還是要老魚 老魚賣瓜一下 賣得漂亮 賣得漂亮 拉回 這條是季線 這邊你就不要悲觀了 這邊你沒有悲觀的理由 因為基本面非常的好 基本面非常好 當他適當性的拉回到相對的位置 當然我還是要強調 還是有其他的股票可以選擇 你不一定要選擇光榮 但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低檔區要會買 相對的位置要會賣 這個位置你都很清楚 這個位置我買什麼 我節目上都是名則跟你講的 買合金 今天合金也創新高了 如果你有看我的節目 我是這天在講 那開盤隔天你可以買什麼 買到相對的最低點 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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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低檔區的就是再附送一遍 這個 有沒有低檔區的上來的 但是要花很多時間等 這都要花很多時間等 大部分人是沒有什麼耐性的 等你不太願意 你基本上你不太想去等 近期也跟你分享 這低檔區的 沒有漏氣 光盛 還好 還可以 還行 如果你都有看我的節目 你都知道 我都講得很清楚 台北股市 我當時就跟你講 這個位置 但我沒有預測它 我只是按照技術分析來討論 我們現在解盤都要很小心 解盤發抗訊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沒有預測 我只是用技術分析來跟你討論 那當然今天也有這個也有這個缺口 那你也是要小心一點 不要認為就是說今天上漲500點 就是海過天空嗎 投資朋友 不是因為 老師每股上漲1200點 倒窮 CPI還是很高 CPI不是說8.2降到7.7 7.7還是非常高 同學 同學 但現在你不用太擔心 現在就是選股不選市 那我跟你分享的股票 沒害你 沒害你吧 但是有的人 就是不認同 我也沒辦法 我昨天有跟你分享一檔股票 我說你們可以 因為我昨天來不及講 6532 瑞雲 還不錯 還不錯 那最近有沒有什麼股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 投資朋友很喜歡 老師你節目上講的股票還不錯 講一講都上去 講一講都上去 那接下來不是要舉辦那個嗎 世界杯足球賽 第二十二屆在卡達 舉辦的 我突然忘記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 我突然忘記他代號 突然有點想到了想到 再看一下電腦 有點閃神 6768 自強 自強這一波是 咱們的節奏 這一條是季線 在季線的下方 他會先挑戰 如果突破之後 他會做順向性的拉回 回測季線 那這邊剛好又是什麼 三線糾結 五日線 十日線跟月線 同步糾結 糾結完之後 噴 投資朋友來看一下 經過這一波的大回檔修正 目前也是要正往 往季線去挑戰 往季線去挑戰 如果有機會穿越他的話 如果再回測的話 當然有機會的話 有機會了 那因為目前看起來 三條的短均 糾結在一起 如果同時 糾結是向上攻擊 再做個回測 那在什麼 在接下來就是世界盃的足球賽 全球最大的足球製造商 就是足球 足球 有看過這種財報嗎 很少 真的很少 第一季一塊七 第二季 兩塊三 第三季 三點三 你看一下營收 三十七億的營收 跳到四十七 四十七跳到 五十二 看這種營收成長率就知道了 一趴十八趴 跳到年增 你這個營收成長兩百趴的很少 真的很少 然後你看一下 一季賺的筆記還要多 從賺一塊 有沒有越來越多 你有沒有發現從賺一塊錢 兩塊多 三塊多 那上半年多少 上半年才賺多少 四塊錢 去年的全年賺多少 三點四二 去年他才賺三點四二 你記清楚 去年他一整年 去年一整年 才賺三點四二 今年的第三季一季 就幾乎快追平去年的一整年 三點三六 那請問如果用前三季的總和 已經快八塊錢 七塊多了 同學 那沒有加第四季 那加個第四季 你應該自己會加一加吧 那如果加一加 按照前三季的獲利 那你覺得這個股價合理嗎 好 那能講的 盡量跟你講 當然有時候需要等待 我講的股票 真的一定要花很多時間等待 但你們喜歡快 真的 我常講沒有人不喜歡慢 大家都喜歡快 但是有時候在慢的那個點 就像昨天 昨天的國眾 5410的國眾 昨天很慢 很慢 那今天很快 步調去抓好 但是大部分投資朋友 你們看的節目 比較傾向就是 都是當天的熱門股 都是這樣子啦 反正什麼牆 你大概就是聽到 你看節目你就知道了 每個人講的股票都一樣 請問是 實際上操作 還是在表演 我不知道耶 我有覺得他們很神 我覺得分析師都好神 都沒有 都沒有破綻 都很厲害 我講求的是實際上 我近期這一個月來 大概就這一檔股票沒賺錢 那個 誒 字卡咧 你應該知道哪一檔吧 就連續三季都是賺一塊多 一塊多那一檔 那一檔我停損大概5% 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他十月的財報不漂亮 那重點不是在十月財報 但是我在昨天開盤 我也是當機立斷 不對我也是粗 節目上我也是照講 那你看哪一台老師是這樣講的 會承認錯誤 會承認錯誤 那我先講一下 你可以承認這個5%的錯誤嗎 可以嗎 5%上下 可以嗎 不行啊 怎麼賠啊 我們看一下電腦 我想請問你一件事情 隨便 我們就講隨便一檔就好了 這樣沒有5%嗎 這樣沒有5%嗎 有啊 老師不止了 這樣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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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都40幾塊了 快50塊了 3169 這樣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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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16 這樣幾% 因為我這都是送的 這都是送的 這樣幾% 這樣不多這樣10塊錢 6770 立基電 有吧 但我有賣啊 我賣也是照講啊 我都是有賣有照講的啊 這樣幾% 這樣幾% 連這個670 6.4一樣 惠特啊 這樣是多少 你自己玩看看 包包合金 明著講的啊 這樣幾% 這樣幾% 2425的乘起 這樣幾% 10月27號預告的 這樣幾% 同學這樣幾% 這樣幾% 那5410的國眾 我還做兩趟 第一趟 第二趟 這樣幾% 只是可能講話比較直接吧 對不對 所以你們看我不爽啊 你們喜歡 就是看那種騙來騙去的有沒有 表演的啊 講的都不是實際上操作的 今天很特別的日子 那希望你們來參與這個好不好 千七個一 一輩子 這輩子碰得到 就這麼今天 沒有別天 沒有別天 七個一 111年 11月11號 很特別的日子 那這輩子就這麼今天 希望你們來問一下好不好 先再三強調這不是行銷 不是行銷活動 因為很多人喜歡看我節目 抓我語病的一堆啊 莫名其妙的 我還是再三強調 做人是互相的啦 不要因為我講話比較大聲 你就覺得我我怎樣 因為有的人覺得老師 你是在補什麼 補什麼叫我不要看轉台 我講的沒有錯啊 你看我不爽你就轉台啊 那幹嘛抓我什麼語病 沒有必要這樣子嘛 我為人就是這個樣子 老子我就是這個樣子 無法改 太正義了 看我的名字好不好 政君 爸爸取的 政人君子 很多事情我沒有辦法改變 沒有辦法協調啦 就是稍微低調一點 講話客氣一點 老師你少講人家黃帖子的 所以沒辦法很多黃帖子老師也在攻擊我 對不對 我不怕 我就是這樣子啊 愛看就看啊 不看就拉倒 哪一天你看不到我是你的損失啊 哪一天你看不到我是你的損失啊 我有沒有損失 我有損失什麼 拜託 今天有看到這張刺卡的 七可一他不是行銷 再三強調他不是行銷 都要先講清楚了 不然就說老師你節目行銷 醒你個頭啦行銷 老師你現在火氣很大 上漲500點火氣很大 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並不會因為今天上漲500點 哇 開始要什麼什麼什麼強力要做生意 我沒在做生意的啦 我每天都是這個樣子 我每天想講什麼就想講什麼 懂嗎 我不是說我今天應該可以好好的來行銷做生意 想太多了 我是這種人嗎 太不了解我了 有看到本節目本時段 今天是個很特別的日子 你還在看政軍的節目 代表我們有緣 代表你相信我 你是肯定我 你認同我 你只要相信我 認同我 肯定我 七個一 帶回去中場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还是要做一些协调跟改进 那近期投资朋友最担心的在指数的部分 今天稍微已经看到答案了嘛 对不对 稍微缓解了嘛 那就算今天的美股 不管是开高走低 开低走高 其实都不是很重要的啦 重要是现在的选股 你要怎么选择这个很重要 那我这两天也跟投资们分享就是说 第三季的财报大部分都陆陆续续都公告了 所以第三季的财报 不是关键 重要的是你要去寻找10月份 营收已经是拉高 冲高 甚至是创高的股票 你应该锁定的是这一些股票 然后再去检视 接下来的11月跟12月会有什么变化 来看一下电脑 国众今天为什么可以涨停板 再度创新高 过前高 很简单 因为营收 没有别的 9月已经17亿了 10月刚刚公告是19亿 比9月还要来的更高 所以他可以很轻松的涨停板 那有没有类似像其他这种股票 刚刚郑君也跟你们分享了 另外那一档 6768的自强 第22阶的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打了 那当然可以锁定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啊 我最近都跟你们分享这种股票 希望你们来啊 你要来体验这种感觉啊 同学 你要来体验啊 营收 营收的季季 不是季季呢 越来越高呢 同学 也是低价的转机 您当然要来 那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 我们这一辈子啊 我们一世人啊 只有我们刚才这次啊 111年 11月11号 你正在看郑君的节目 代表你什么 你认同我 你是肯定我 你相信我 把我当好兄弟 好朋友 那当然好兄弟 好朋友们 那你要来啊 这不是行销 再三的强调 这不是什么行销啦 那这辈子只有什么今天 111111 7个1 7个1除了跟你分享这一档股票之外 今天你一定要来询问一下 什么叫7个1 投资朋友 这真的千载难逢 我们没有下一次7个1 同学 没可能啊 再下一次要过1000年啊 没办法 就算6个1 6个1都要等100年 所以呢 你今天务必来问 来体验 体验这什么7个1的感觉 怎么体验 很简单 我们仍然是老规矩 老动作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审评估 因此负投资风险